中火爆香蝦米乳肉等餡料 再加入主角蘿蔔絲 72歲的林春桂阿姨 快手拌炒香味撲鼻 最後在倒入再來米漿 攪拌拌炒均勻後 沉入圓盤裡面 再拿去蒸成蘿蔔糕菜桃桂 現在是六堵社區發展協會內 烹飪高手兼老師的林春桂 看不出來年輕時 可是做頭髓幹粗活的泥水工 我來炸魚 怎麼想要給這個 沒有 我就自己要吃 自己要吃 你跟家裡的人學會嗎 就是各年徹徹在送錢吃 當年年輕時 就徹徹在送錢吃 老人又買就買 年輕時為了養家虎口而辛苦努力 沒想到對豬家有天賦的阿姨 50歲左右 而如木蘭家中長輩製作油飯 和蘿蔔糕菜桃桂 這些台灣傳統小吃的做法後 自己學了起來 現在則是社區發展協會烹飪班 豬家的兩大高手之一 不管是油飯或是蘿蔔糕菜桃桂 都是阿姨的拿手絕活 真材實料又好吃 也作為社區長輩共餐的菜色之一 大家都讚譽有加 林春桂也是越做越高興 做這個活動都很高興 對 我說有人做都外賺有人做都很高興 六堵社區發展協會 以及關懷區點在前後任理事長 經營下有聲有色 特別是對引發長輩的照顧 以及社區的營造 也讓基隆市議員楊秀鈺很感佩 也更加堅定的支持 也帶動我們社區一些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盡量出來參與我們 這做櫃啊 應景的一些東西 然後讓大家可以對 我們六堵社區能認同 我們也會繼續辦下去 希望可以做得更好更加完善 農曆年年節將近 那也希望說藉由做這個菜桃櫃 好彩頭 能夠讓我們這些鄉親們 能夠新的一年裡 把一些霉運這些疫情 整個一掃而空 也藉由這個農曆年整個年節 我們把這些鄉親 這些婆婆媽媽凝聚在一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